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 今天来到了第八十集 邀请到的是 您看看这头衔 歌手演员 编剧导演 电影监制张爱佳 爱佳姐 我们都叫她大姐了 她从上个礼拜所提到的 1976年的碧云天 这部片子 就已经得到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亚太影展的演技特别奖 五年之后的1981年 凭借着我的爷爷 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还有最爱得到1986年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到了1995年 少女小鱼 已经得到了亚太影展的最佳编剧 第二年 亚洲影展得到最佳编剧 是今天不回家 虽然2000年心动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 2002年第九天长 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还有香港电影金子金奖 亚洲影片人协会奖的最佳女主角 还有2005年 这已经很接近了 203040这部片 获得亚洲影评人协会最佳女主角 2010年观音山亚洲电影传媒奖最佳女主角 还有念念最佳编剧 没有没得过的奖是吧 我们上个礼拜还提到了 2018年相爱相亲 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 2018年甚至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 终身成就奖 你的终身才完成了一半 就已经获得了终身成就 更不要说今年的22届国家文艺奖 以及第59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灯火阑珊 我们把这个获奖资历罗列出来 我就想让你谈一谈 在你年轻的时候 很年轻的时候 遇到了哪一些人 哪一些 你大概觉得对你日后的工作 有多方面 包括演艺 包括编剧 甚至包括导演 多方面启蒙的那些个人 恐怕我们都要叫他们一声 老前辈 我想也太多了 多多都讲不完了 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回想起来就是 这一路上走过来就是 太多太优秀的人了 你不管说是我那个时候 跟着胡导演 虽然一年多 就大家都觉得疯了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疯了 跑到韩国去 一年多 你只拍一部戏 然后那一部戏 至少前四十分钟 你只会看到我 闪出来一下子 还那么遥远 站在远远的雾里面 像云里面 在那边吹笛子 然后四十分钟就看不到我了 四十分钟以后 才会再见到我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出唱片 也不像现在就是几天就可以出张唱片 常常是一首歌在里面摸摸摸摸摸一百个钟头 我唱童年 唱到最后都已经快哭了 然后罗大爷说算了算好了 就这样子吧 就没想到 我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突然之间他就觉得我开窍了 那一下子唱对了 可以大致上描述一下是哪一个歌词的段落 或者是哪一段 是整个的感觉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我上次也在跟你讲 我说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我唱一本歌曲 我们的咬字的方式 跟唱中文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 那常常唱歌呢 就觉得一唱中文呢 就好像觉得自己要模仿谁 或要模仿谁 然后就没有办法说 我把唱中文歌唱得那么自然 那这是我那个时候很痛苦的一点 那再加上你说不管李宗生也好 罗大悠也好 他们都是天生的 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那然后大悠写的歌像童年 他是写给自己的 他并不是写给我的 那他写给自己的时候 他们唱像陈生也是 他的歌他们唱起来特别有味道 一掉到我们手里 我们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就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 那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懂的东西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们到录音室的时候 说老实话 大悠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新的producer 他也是年轻的producer 他也并不一定知道该怎么来教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找到自己的一个味道 所以不定的来试试 然后怎么都不对 然后知道有一天 我好像在像念书一样 很轻声的像说话一样 把这首歌唱出来以后 罗大悠说 对了 就是这个样子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就是这个样子 70年代的门话 心里初恋的童年 但是到了80年代 非常奇特的一次 整体性的跃进 你参与其中 包括海滩的一天 最想念的季节 最爱 三个女人的故事 还有你在台湾的电视圈里面 你也制作了 11个女人和世间女子 这样的单元聚集 我们谈谈80年代 告别童年 那一段时间 也差不多就是我们在 麦田咖啡馆 会见面 不期而遇的 对 那时候 王轩一 张洪志 受权 杨德昌 杨德昌 那其实再更早期 其实我要讲起来 就是因为我拍完 胡导演的一年多 拍完那个戏以后 回到 不是也还有另外一部 叫空山淋雨 是同时 同时拍 可是那个时候 那部电影 只有徐峰他们 没有我 那我回来以后 其实我就结婚了 我结婚了 因为 哇 觉得 离开太久 我觉得要回到人间 结婚 可是有一天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自于台式的 一个美术组的组长 也是制作人 叫陈军天 哦 陈军天 那陈军天 大前辈 对 他就说 你回来做个电视 什么 那我 我就想了很久 我为什么会想很久的原因 就是 我就觉得我自己 以前在电视圈里面 并没有做到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我就很想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其中一个就是 我想做一个节目 就叫目前幕后 嗯 那里面有一个part 是讲 是用纪录片的方式 来讲电影的 嗯 所以我其实我在拍 山中传奇的时候 我就已经拿起 已经拿起16米里 在拍护金泉 哦 所以我拍了 胡导演的一些纪录片 然后后来 我就把我的那个 目前幕后的每一集 我就把它分出来 我拍了中影 我拍了邵氏 我拍了 家和 我拍了 穷瑶 我拍了所有 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跟电影圈 有关系的人 就是 我觉得有影响 你自己长进 我自己带着一个 cameraman 哦 那个整个节目 几乎后来都是 我自己在剪接 是 嗯 那 陈军天是我的制作人 他就是支持我 我要什么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嗯 那我就做了 电视的目前幕后 电影的目前幕后 跟人生的目前幕后 叫目前幕后 是 那那个节目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还蛮好的 真的收视很好 收视力很好 然后台视就对我就觉得说 嗯 希望我再留下来再做东西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哎 因为我看很多美国的节目去做这种实景的东西 嗯 我常在乡送屋 那时候美国乡送屋 是的 台北很有名的一个聚会的场所 是 那我觉得那里面呢 就是包罗万象 有那么多的优秀的人才 我就很想用乡送屋做一个点 嗯 来做一个情景的一个节目 嗯 那我就出去找资料 到书店里找资料 我就看到尔雅出的这本书 叫十一个女人 嗯 我就买回来看 我一看 这这简直是十一个故事 都可以拍电影了吗 嗯 那我就问陈军天 我可不可能 做十一个单元 陈军天说可以啊 我们来想啊 那我就马上开始寻找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 很多这种年轻回来 什么金碎奖的得主啊 什么像何一正啊 就是年轻的导演 或即将变成导演的人 但是没有机会 就是欠缺机会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coordinate这些一个 看起来有希望 或者是起码是有梦想的 对对对对 而也多多少少 有数有能力的人 我就是觉得说 没有机会的话 这些人就永远埋没在那边的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香港也出了新浪潮 嗯 我看到不管是徐安华也好 徐克也好 好多的他们这些新导演 就一个都出来 都了不起的不得了 我就觉得说 我还记得有麦当雄 好多 麦大姐 麦大姐也后来到台湾来了 对 所以就是我看到那个时候是 他们的电视台 有一个电视台是给他们机会了 是男生他们那批人 那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至少电影我没有办法做 那么大的production 我做不起 那我就说那我用电视台来做 是 我就跟他要求台视 台视说好 你们去做 那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单机作业 那又去找了邱福生 是 那时候邱福生是在国泰 那他正好有一组的人 摄影师 灯光师 剪接 全部 他的器材是最新的 那就一拍几合 所以真是天使地利人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相送屋 开始了我的11个女人的production 是 我们最后真的是零的进入影棚电影 就是摄影棚 全部是实景 全部都是实景 然后也聚集了很多很多 大家没有想到会来演戏的人 比如说有潘英子了 有胡音梦啊 我自己有演出 是 太多了 我就 然后后来我还找了宋导演来 宋存寿导演 是 那个剧集是一个划时代的剧集 也就是说他把从秋水长天开拓单机作业以来 把它更精致化的用单一的就是单元剧的形式 在此之前大家如果不拍连续剧好像觉得成本回不来 可是没想到这11个女人的剧集就点燃了另外一个战场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电视不进步的话 电影就不会进步 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电影要进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电影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氛围下面 那我就说我很希望有这批新的东西 电视一这样子出来的话 那电影导演跟编剧就必须要有新的想法 是 而且看起来在那个时候 也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 台北正在交通黑暗期 非常严重的到处塞车 而且大家都很闷 可是你的作品 真的是让整个影视环境 开始看到了隧道的另外一头的光 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又还做了一个叫做明天会更好 是不是 后来被罗大佑骂死我的事情 对 那个明天会更好 好像后来也牵涉到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顾虑 我觉得你一定有你的版本 你知道这个就你刚刚讲的 就是台湾真的在处于一个比较闷的一个气氛之下 所以当有人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家团结起来做一点东西 因为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什么we are the world 什么东西 就是你会觉得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感受 因为歌声歌唱到底是一个传染性比较强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希望用唱歌歌声 能够让整个大家可以觉得说 哇你看这批 这批所有的歌手 都来都来就是希望台湾可以快乐一点 明天会会更开心一点 你知道后来你知道我们本来都讲好了 不要几月几号几点几分 所有的电台一起播出 三台也一起播 最后 没有做到 抽下来就是说我们跟政治有关系 就整个抽掉 只有一台就台式播出 我坐在麦田的门口哭到一个程度 你大家都不知道 我的眼睛都哭肿到 然后最到一个程度 那你讲到麦田 我要放一首特别的歌 这歌是我做的歌词 你那个时候大家还没哭 爱家爱家 孤独却试着有一个句点 会呈生下自己的圆圈 听不见街上有什么声音 看不清经历自己的容颜 听不见 你在麦田咖啡馆门口哭成那样 还能让自己过得怎么好 因为我那天回去以后 第二天清晨 我还这个人还在昏迷当中的时候 电话来了 然后他说 你快点来西门町 快点来中华商场 因为整个中华商场 整条生华商场 西门町每一个唱片行都在播 那天会更好这首歌 后来我们赶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感动 那一天真的就是没有停过的播 那一天你应该也坐在中华商场哭一场 现在中华商场也没了 别说哭一场 在差不多就是你80年代参与海滩的一天 最想念的季节 最爱 三个女人的故事 这些包括这还有在纽约拍的 三个女人的故事 的确是为时代女性蜕变 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但是在这个同时 你有另外一个面向 现在不大有人说 可是我觉得 我们在回看老台北的时候 我觉得更应该提醒我们的听友 张爱家小妹当年做过这些 最佳拍档之光头神态 上海之夜 一锦还乡八两斤 八两斤 香港的名字 这个喜剧的路线 上个礼拜你说你喜欢喜剧 这都是喜剧 而且好像来者不拒 谈谈那时候你参与的喜剧 是非常类型化的片子 我觉得对我来讲 喜剧反而是最难的 在我们做创作来讲 喜剧是你让人家笑 并不是说你踩个香蕉皮让人家笑 而是真的是幽默 这种东西是最难的 那我当然说 我们从最佳拍档讲起的话 最佳拍档其实还是一个 蛮典型的香港的喜剧片方式 那我那个时候会被找去演 这个差婆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做十一个女人 他们觉得 哇 这个女生好像还蛮有一点 这个 蛮想做电影 这是真的是很认真的做电影 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来试 因为知道我是演文艺片的 然后那时候是十天 十天因为他的老婆是刘青宇 刘青宇跟我们是刘家昌那个时代 一起演戏的一个好朋友 那他就邀请我去 他是新一城的其中老板之一 那我去了以后 我第一天下飞机就碰到的 就是所谓的新一城的这几个老板 麦家 麦家 石天 然后黄百明 然后给我介绍的就是 Teddy Robin 徐克 曾志伟 你说看到这些人 我都觉得 有点像到了动物园 那我的男主角 许冠杰呢 他们就说 许冠杰跟我在家和演的第一部戏 然后他们说 对不起 许冠杰的对手不是你 是一个年轻漂亮二十多岁的一个女生 你的对手是 许冠文 不是 麦家 光头老 光头神才 我当然是很失望 可是我们开始拍的时候 他们就对我有很多的要求 叫我学习什么叫做香港喜剧的节奏 可以说一说吗 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 当然那个戏的导演叫做曾志伟 他第一要求造型 我的造型就是把我的长发要剪短 剪的比我现在还短 就是一个一个就是拆破形态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希望你可以不要戴胸罩 这个跟喜剧节奏 他说你想想看女警司 我们想要的女警司 并不是穿着长裤那样的 我们要的女警司是穿着衬衫 穿着这个裙子是折叠的裙子 然后他随时那个裙子一撩开 拔枪 拔枪 然后他跑步的时候 他跑的时候 胸部是有一点动感的 这就是他的喜剧节奏 这就是香港某些的喜剧的 这个packaging 我这万万不会想到 我想这对我来讲 也不是太大挑战了 我说好都可以 然后演戏不要想太多 节奏感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难 这个东西呢 有一天终于打破了 就是徐克来导一场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多导演一起来导 是 因为太多东西了 所以徐克有一天就导一场戏 就是我跟卖家两个 把他抓进来 我在拷问他的时候 他在跟我嬉皮笑脸 我就很生气要拔枪 然后他就啪一巴掌 我就啪一巴掌打回去 我们俩就围着桌子就是互打 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警司 我也是个警司 就两个就是对抗 就拍这一个镜头 我们拍了 我大概那个是我一生中最多一次的NG take 就是大概50多次 而且是真打 因为他打下来是一巴掌 啪一下 一个耳光就上我了 那我当然叫啪一个耳光就回去 我们从下午就记得 天还是亮的时候 一直打到天黑了 就说今天还是不行 那个tempo还是不对 那就明天再来 那当回去思考了一万三以后 第二天一来就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抓到了 就所谓的节奏 就是你所有的反应都是 你没有经过思考的 即兴的反应 是 换言之他不是要求快 而是求那个直觉的应对 这是80年代 但是我相信80年代参与 包括海滩那一天刚刚提到 新电影应该还有更多的故事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春天的花开 秋间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我们的老台北第八十集 张爱佳 我们听听 珍贵的这么小 光阳他带走四季的歌 离我轻轻地悠长 风花雪月的诗剧里 我在练练的成长 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无论十几岁的 二十几岁的 三十几岁的 四十几岁的人 在当时听到了你的歌 像光阴的故事 大概这个声音都会烙印在他的记忆之中 而且成为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刚才提到了 80年代海滩的一天 最想念的季节 最爱三个女人的故事等等 我相信在不只是这些title 或者是你的演出 恐怕更多的是 你如何去协调这些一个电影人 跟老的体制 跟资本 以及商业市场上面的种种需求 我相信你的coordination 是更值得记录下来 或者更值得在颁奖的时候 成为引言人 不能忘记的一个名音 的确那个是我们在做十一个女人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哪些导演 真的是他们的才华 是不应该被淹没掉的 那当然杨德昌一定是最突出的一个 我觉得杨德昌对新电影 每一个新电影的导演 几乎都有很深的影响 不管是他对在剧本上的一种逻辑 或者他的那种专注 或者甚至于他在每一个环节上面 包括了音乐的用法 简洁的方式 都对我们来讲 在那个时候是完全跳脱出 传统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课本上教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说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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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是那怎么做 而且杨德昌也是一个 算是可以 他也很喜欢看 别人怎么做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互相包容的一个时候 或者大家都 都在彼此身上 寻找到彼此的优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最快乐的 可是我也在同时 有讲过一句话 说当他们都成名以后 他们还可不可以 这样子相爱相亲 我说我给一年的时间 可是这当然是 我觉得也 也很伤心的了 就是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 这是一个母题 大家都会碰到 圆桌五四 一旦圆起来了 大家围着在那 恐怕就要 各自骑着马 跳上桌子 崩坏掉那个会议的内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的 本身的一个本能 所以当然也好 就是后来都 但是这正是艺术家 各自发展各性 对对对对 就他们自己都有发展出 自己的一套东西 那谁能够留下来 谁不能留下来 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我很想听你的 至少告诉我一个故事 也就是你在帮助新电影的导演 寻求资金或者是港台合作 我相信你参与这样的战役已经无数次 谈谈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以及他可能可以反映出当年老台北的那个电影风华的某一些内在激励 其实那时候我最苦的是我面对了台湾的发行 是我觉得到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发行商 其实是延迟了台湾新电影的发展 是发行商 票房不透明 不是不透明 是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资金跟钱 在协助香港的电影商业电影进来 其实香港后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演艺人员的钱 酬劳突然间就像股票涨一样 就啪就涨得那么高的原因 不是因为香港自己要求那么多钱 而是我们台湾很多的发行商在那个时候 看到有商机给他们这个钱 希望他们要演出 然后片子是在台湾是他们的 那大家都会抢 有几个片商都会抢 所以一再抢之下 更把他们的钱就变高了 所以就没有人会在意说 台湾有一批新导演要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我到了 其实我帮海淡第一天 或者是帮柯一郑做待见的小孩的时候 或者我们那时候做搭车 也是一个 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 是我们其实我们完全不是不顾商业 我们都一直在顾着商业去说 怎么样去平衡 我们并不希望说 新电影出来说它是一个商业片 或者它只是一个文艺片 我们没有这样想 我们只觉得它是个电影 OK 那可是呢 你要给它时间 是 你如果不给它时间的话 你没有办法培养出观众看电影的一个习性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可是说老实话 我们的发行商完全不给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 我那个时候在新一城做的时候 我的宣传是彭国华先生 是泰宝 你可以想象 我有多优秀的团体在那边 帮我们再做所有的事情 泰宝做到最后跟我来讲说 小妹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就是因为 你如果发行商不配合的话 你怎么做 我跟他两个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常常是两三点出去剪预告片 我们要剪香港来的电影的预告片 我们同一个时间 我们要帮台湾的GP新导演想 我们怎么拍一些片段 先怎么丢 我们怎么做宣传 每天就想 我同一时间第二天早上 我还要去拍戏 所以你是一个人在干这些不一样 就是不同领域的活 因为很奇怪的 就是那个时候柯一正 杨德昌 他们对我太信任了 所以就每个人都说 我一定要你演 我一定要你演 我就说你们就找别人演吗 我说这个其实谁谁谁也可以 他们说不不不 我们觉得你比较适合 那怎么办呢 我就得演啊 那我演完以后 我就会觉得说 不了解的人一定认为张爱佳 就是独揽大全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自己 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妙 那那个时候还有于康平导演 跟我是一起做总监的 那我那个时候 你也晓得 于康平本来一直是单独在做心理城 后来我进来了 那我进来了这么多其他人 他也很高兴 可是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于康平有一天说 他离开心理城 说我就离开心理城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我要独揽大 我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是 我们俩可以分摊的 而他也很高兴 我进来以后 他就可以当导演 他就可以回去拍戏了 所以他拍了搭错车 而你要知道搭错车的过程也是很艰难的 因为当初他写的剧本 真的是一个故事叫做搭错车 是 那是一个具备象征意义的说法 没有 他真的是一个故事 讲孙老月 是 开了一个车子 把一群小孩子带走 哦 原来的故事 是叫搭错 是的 可是心理城不通过 一直不通过 想了很多半 后来我就跟黄百明讲 我说你真的如果说你老不通过话 你过来 你帮他弄啊 结果他就出来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搭错车的故事 那也只好给余堪平说你愿不愿拍 那余堪平说 嗯 好 我拍可是我要拍歌舞片 嗯 是 然后就是好拍歌舞 那谁唱这些歌 就是说 那个时候当然因为我有 我在的话大佑啊 什么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还说他要这个写那个 这个谁写 谁写什么东西 好啊 那我要一个声音唱歌唱的 就是那个很有rock的感觉 什么样 谁看到 那个时候只有Julie啊 那时候Julie还不是苏瑞啊 我就找苏瑞啊 当然这部片子也为苏瑞开启了他歌后生涯的第一部 但是刚才你讲的更重要的 我相信就是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部门的这个之间的协调工作 却落到你一个人身上 当然我们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碰到的这一批这些工作人员 我觉得他们都很兴奋 嗯 因为那股力量在嘛 所以一定都很兴奋 是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在做事 可是问题就是当最后有出现困难的时候 那一定是会来找我 嗯 你知道 那我就是等于是一个每天在解决困难的人 是 可是到了80年代的这一段时间 你也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 因为之后再也没有重现过 90年代你真正的独当一面 包括少女小鱼啊 是吧 刚才讲的今天不回家心动 也是因为我跟中影有过海滩的一天 跟林济先生 林济先生非常非常的支持所有的新导演 然后完了以后那时候徐立功先生也在 那徐立功先生也看到我们这批年轻人啊 就是觉得说他如果他有机会能帮我们 他也帮我们 所以当他变成总经理的时候 他就会来找我们这几个人 希望我们继续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今天不回家也好了 后来到少女小鱼其实也是很好笑的 少女小鱼本来是李安的project 李安那个时候是什么优良剧本 还有什么 他好像得过什么一个东西 他必须要在那一年完成 可是他那一年呢 正好他在做他的饮食男女的宣传 世界宣传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完 然后他就跟徐立功讲 他说我希望张爱佳可以来接这部戏 所以我就去接了 反正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我看了剧本 我就觉得当初那个剧本蛮有问题的 那李安也跟我讲说 对我觉得剧本蛮有问题的 那我说那我们起来修改剧本 所以我就到了纽约去跟James Shamus 一起修改剧本 那我跟James Shamus 到最后长久大吵架 在真的吵了 真的是吵 而且是我被他骂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他也是 Shamus也是一个犹太人 而他是哥伦比亚的professor 因为我写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说我看到你的剧本里 小鱼不见了 你写的都是那个男的 Mario 我说可是这讲少女小鱼 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 concentrate少女小鱼 我就写了很多少女小鱼的东西 那我写完以后 他就拿出来说 我真的不懂 这什么东西他讲 当然他有很多dirty words 我就不讲了 这什么东西 这个女的除了每天到那个工厂 做黑工以外 她就是在家里等她的男人回来 X她 那我 我听完以后 我就跟他 我说他是一个illegal 他是一个黑的 非法 你觉得他会去哪里 Radio City 他还是去看Broadway 还他还在干嘛呢 他英文也不好 你觉得他可以干嘛呢 那我们俩 你又问得很好 这非常realistic 对啊 大吵啊 我说他每一分钱都把它藏起来 就是希望能够可以跟他的这个爱人结婚 我说你觉得他还可以干嘛呢 大吵 那后来李安就在中间 你知道李安那好人 然后就 后来我就跟李安商量 我说这样好吧 我说 我说 我写少女小一这一 part 他写Mario那一 part 然后最后 因为我是导演 你让我做最后的集合在一起 同整起来 同整 他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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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今天看到的少女小一 本来还不是刘若英演 那个时候他们还觉得刘若英 刚开始我觉得刘若英没有腥味 结果 我坚持 因为你以前也是被说没有腥味 对 在上一段节目之中 我们和张爱佳聊到了 在1990年代 他用非常犀利的社会批判笔触 拍了几部片子 刚才提到的少女小鱼 这一点让我突然觉得 好像他已经跟更早期的那些个 以恋爱为主的歌告别了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 翻牙的季节只好等候花开 开花的时刻忽然就会徘徊 于是想起那些完整的期待 你知道过去一切不会再来 挖斜之后或许长出过时 点点腔腔写着苦涩的情识 一字一句都在向恋爱告别 眼泪的凋零 是心情的开始 坠落的过时 向恋爱告别 这个都是我们在最想念的季节的 那个时段做的 还记得咖啡店里面讨论 讨论都市女子哪一些生活细节 最想念季节那段时间 我每次想到那些画面 我都会觉得有一股那种 很干净很清新很香的味道 真的真的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很新鲜的水果 真的是香气 在21世纪 也就是今天我们谈话之前 跳回去 上一回我和你在电台聊 聊的是20 30 40节目里面 我们后来有谈过 《相爱相亲》是不是也有谈过一次 有吗 有一次 我们后来有做过《相爱相亲》一次 你看你都不记得了 应该有 这次是你不记得 惭愧 没关系 我们俩各有几次不记得 20 30 40里面就有刘若英 他是30 30 还有20的李心结 对 我相信这部片对你而言 一定有创作上和生命上 两重相互映造的意义 这个点子其实是刘若英的 那个时候他是向我们做张唱片了 那我们都是其实都很好玩 就是我可以 尤其是我站在那个时候 我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49岁了 我都记得我儿子跟我讲 妈妈你快点拍 不然你来不及 你不是40了 那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是有的时候看回 就是看回他们的20 看回刘若英的30 我就给每一个年纪都说 我好想下个定义 就觉得像30岁的女人 就为什么帮她写了那一段 就是30岁就好像有所有所有的 你可以选这个 可以选那个 可以选这个选那个 你就老觉得 这个也不对 那个不对 这个挺好 就很太多的选择 而不知道如何选择 30 对啊 那我到了后来到了40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你的选择不多了 所以你要珍惜每一个来的 那20呢 我都快忘了我的20了 对 其实你今天不讲那么多 那个这两次 不跟你讲那么多以前的事情 我也是觉得 所以我拍20的时候 我真是有点 有点吃不住的感觉 所以那种心结 其实他们每个本子 都是自己写的故事 我再帮他们发展成剧本 所以我拍他那个时候 我都有点觉得 哇 20到底是什么 真的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的 在创作上 从上个礼拜 你就提到了艺术 这两个 你把这两个字拆开来 在20岁左右的时候 你如何建立起来 对于哪一些你选择要 哪些选择不要 至少你选择不要去当配音员 还有哪一些 你自己印象深刻的选择 我后来发觉 我很多事情都是靠直觉 因为你后来发现 你自己东想西想 然后觉得这样子 可是到最后都是 不一定是对的 反而是你直觉的东西最对 环境的友善与否 也同时是来自直觉的吗 有很多时候还是会 所以有的时候会像 我会坚持一些东西 虽然有的时候很苦 可是我还是会坚持 你要说 我妈妈常常讲 你常常很吃亏 说我吃亏 你说譬譬说八百壮士 我妈妈那个时候知道 这个后面的故事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 我没有讲 可是就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 答应他去客串 客串一场 只是客串一场 好吃亏什么的 可是也就是因为那场戏 就被柯俊雄看到了 其实到后来 你自己再回想去的 很多时候真的 我不要讲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不会讲这个话 因为你不想占便宜 我并没有想 对对对 其实你有的时候 就你的直觉告诉你说 我还是喜欢人家看到我而已 就是我有机会 我就 我平常我就告诉自己 好了好了 这个时候不顺的时候 那就是我准备的时候吧 除了演出 除了创作 或者还包括文宣 宣传在内 发行在内 这些非常繁复的事情之外 在1988年 你创立了果实文教基金会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 这个演艺生涯的 这种金光灿烂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 而且事实上也不太有多人提起 谈谈你创立这个 果实文教基金会的目的 其实是最早期 88年的时候 应该是87年88年 陈飞龙先生 就是南乔化工 陈飞龙先生 来找过我拍好 好几次来找我拍广告 以前很多人找我拍广告 我都一直都不太答应 因为我不太能够 那个时候的很多广告片 就是你要跟那个商品 就一直这样抱着商品 说一些东西很奇怪的 现在好像又回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悲惨的 那我们 我就觉得我没办法看到自己 譬如说我去卖个锅子 或者卖个什么东西 我看不到自己做这些事 我就一直不愿意 那飞龙后来就很聪明 陈飞龙先生是非常聪明 他也是我其中一个 启蒙的一位长辈 他就跟我说 这样好了 我跟你成立一个基金会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我帮助你来开这个基金会 我一听 这个好 那我就说 我很想做一点点 跟我电影工作有关系的 做艺术创作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 果实文教基金会 我们的主题就是 希望能够帮助年轻人 做艺术工作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也帮了很多年轻导演 新导演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那后来我一开始坐下来 做基金会的时候 我就发觉我真的还是蛮白痴的 所以白痴就是不太懂 就比如说我很想做奖学金 可是奖学金 你知道奖学金是一年要加上一年 再加上这个人 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你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对不对 那我那个基金会也不是很多钱的 所以我后来就 又打消这个念头 我们这个中间 转换了好几个方式 后来我们有做到修复 老骗子 我还帮旦汉章导演 是 他以前是影评人 后来也拍过片 副导演 然后后来早期他过世了 可是他对电影的热爱 是真的是没有话说 我就为他出了一本书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种小的东西 那后来我们有一年就碰到了 当艾滋病 这个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 那个时候我的 我现在执行长 还是滚石唱片的断协人 二毛 二毛 那他就说 我们来做大学生 来做学生抗艾滋 你当学生 大学生 我们那个时候 当然因为有电视 我们还有报纸 电台 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三个大媒体上面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宣传的成品 来做作为我们一个比赛 给大学生做竞赛 因为大学生如果要做这样竞赛 他必须要去了解 是 什么是艾滋 了解 真是了解社会 或是环境 两性 对 你要明白这个病是怎么样传染 或不传染 你有一个教育性的东西在那边 我们做了十年 所以我们所有的成品出来以后都很精彩 然后最后就拿给 就是给我们的卫生署 那个时候就交给他们 让他们变成他们的常年的这个宣传片 他勾起了我下一个问题 其实说我本来就想问 应该是我们这两集节目 我最后要请教你的 如果现在要让你选择一个公共议题 或者是公共领域 而让你去付出 在终身成就奖以外的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你会选择 做哪样的 哪方面的事情 很好笑 我相信我会做的事情还是做教育 那当然你说教育听起来是不是去当老师 不是 我是觉得教育有太多的方式去做 很多方式去带年轻人 或者带下一代 因为我觉得 不晓得为什么我老觉得我们这一代 没有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他们面对的是蛮恶劣的一个环境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我还是能够用我现在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能够做到 教育下一代的话 我相信教育还是我最终的一个目的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这次我将一句不回头 走向那条旺旺又无至今的路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敢不再流 是否应援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太ります 是否这次我无人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 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 这次我将一句不回头 走向那条 茫茫又无知情的路 是否 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 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 云烟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 孤独地 是否 云烟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 孤独 酱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